青嫂街道是凯瑟琳的工作 为了赶上七点给孩子送药 她每天提早到六点 就会准时现身街头 安娜今年八岁就罹患了被解脱 全家人带去看医生医院 才知道奶奶和她都得吃药 付不起钱,买不起药 孩子的病就不会好 直到凯瑟琳的出现 让孩子有了希望 但2012年 菲律宾上马雕镇遭遇水患 无情大水搬过土蹄 住在一旁的水岸人家 几乎无疑幸免 而凯瑟琳也是生在乎之一 一两天我把水瓶泥出 未经历流 然后当水瓶泥出 的这个水瓶泥 被吸引地 墓地 堂 面对气候变迁 让大水和患一次比一次猛烈 加上环境脏屋 也成为疾病蔓延的温窗 清掃為第一藥物 而慈濟第一次踏入聖馬雕鎮 發起義工代陣 兩次踏入聖馬雕鎮 直到凱瑟琳領到第一份 已供代陣的薪水 也終於放下心中的懷疑 我們能夠交換 我們有相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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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凱瑟琳從環保 加入職工培訓 2016年 她也承擔起了 慈濟的鬥志關懷員 我們有相關的 我們有患者 我們有相關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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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線關懷員的堅持 令人動容 但靠個人的力量 能拯救的病患 還是有限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6年的統計 菲律賓列為 肺解核第四嚴重的國家 直到今日 每年平均 還是有30萬的民眾 被檢驗出 罹患肺解核 我從2001年開始 我從2001年 都在 San Mateo 病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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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向計劃 以慈激菲律賓分會的經驗為根基 期待發展更多醫療交流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醫療的水腫 像是 病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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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病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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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病� 出發心 此即醫療之愛 也將持續生耕菲律賓